火锅作为重庆的名片 在国内也是家喻户晓 而作为东道主的我们 更是对火锅有着无与伦比的喜爱 三天不吃心里想得慌 重庆的美食包罗万象 体现在方方面面 火锅就是其中之一 不论是天上飞的水里游的 只要你能想到的食材 几乎都被咱们拿来烫过火锅 一点都没有夸张 而自古以来在重庆吃货界 一直有着这样一个争论 什么食材拿来烫火锅最好吃呢 我相信一千个读者里 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各有各的想法 那本期食权食美就来为大家盘点一下 那些最适合烫火锅的食材 Number One 牛肉 作为最常见的肉类之一 被咱们拿来烫火锅 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不过在这家九格九味火锅里 这一盘牛肉可是够震撼眼球的 一米多长的板子上 铺满了三种口味的牛肉 不仅视觉效果强 这口味还能自己选择 难怪老板要自吹自擂了 肯定是牛肉上我最好吃 特别是我们的长板牛肉 我们是经过选菜方面 是经过进行选菜的 它是选择黄牛肉 每一道黄牛肉它只生产三到四斤 也就是我们的熟生的黄瓜条 牛肉还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维生素B 具有益气养胃 提高抵抗力等功效 这一道长板牛肉 更是选用口感最佳的黄牛肉 作为原材料 搭配上大厨精确的刀工 细致的摆盘 成为了许多时刻 慕名而来的招牌菜 我们这个牛肉是经过低温排算处理 然后经过我们师傅 数年的刀工 每一片它长30厘米 厚0.2厚米 然后如果只需要烫蒜9秒钟 就即可食用 它口感非常的吸引 极薄的牛肉片 经过9秒的烫蒜即可食用 既保留住了牛肉本身细滑的口感 又不流失表面调料的味道 入口化渣令人难忘呀 不愧是重庆人点击率最高的 火锅食材之一 当然除了牛肉之外 还有人持有不同的想法 今天是牛肝啥 牛肝烫火锅肯定是最好吃的啥 我们家的招牌菜都是牛肝的嘛 No.2牛肝 牛肝具有护眼明目 补肝养血的功效 拿来烫火锅那是极好的 正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牛肝作为内脏界的代表 也是有着许多粉丝 而冷老板说到 想要选到好的牛肝 就要从牛本身下手 我们的三刀牛肝就是我们家的一个正点之宝 然后我们在选菜的一个过程当中很重要 牛肝的一个重要性取决于牛的重要性 我们在尾头牛的一个区分 包括牛的品种 包括牛的一个内脏的一个年龄 包括牛的一个重量 我们都可以继续一个筛选的 不仅如此 在鱼三刀火锅更是把牛肝的大小厚薄 全部重新定义 细腻的刀工将牛肝切得比巴掌还大 几毫米薄下锅6到10秒即可入口食用 这种样子的牛肝你见过吗 这还不算完 吃牛肝最关键的一步还在后面呢 它必须要切得又大又薄 然后进行我们这个干油的吃法 也就是我们店里面自己创造的 干油的一个新吃法 然后把我们的牛肝 在汤子6秒到10秒钟过后 然后进行干油的一个蘸料 然后干油的蘸料以后 把葱子和香菜全部包裹到牛肝里面 一口吃到嘴巴里头的 葱香味跟香菜味 馒头专的这种感觉 冷老板介绍到 这干油碟才是吃牛肝的灵魂所在 牛肝裹上满满的辣椒面 再与香葱和香菜一起放入嘴中 既有牛肝的细嫩 又有重口味的麻辣 还带着小葱的清香 多种复合的口感结合在一起 造就了这道令人欲罢不能的美食呀 想尝尝味道的朋友 赶紧去试试吧 No.3 毛肚 作为重庆火锅里每桌必点的菜 我说这毛肚是火锅食材界的王者 应该没人反对吧 从我们小时候接触火锅开始 学会怎样烫毛肚就成了每个人的必修课 在重庆火锅第一街上 有这么一家人气爆棚的火锅店 他们的特色就是毛肚 作为这条街上人气最旺的火锅店 那没两把刷子可不行 曹老板说到他们每天都要去屠宰场门口守着 只为拿到第一手的土厂毛肚 回到店里就立马进行加工 时刻我们最快能品尝到才出上一个小时的新鲜毛肚 凭着这股新鲜劲就吸引了不少牧鸣而来的时刻 其实毛肚不是越好越好 其实能说小点多一点 其实才是品质是最佳的 它吃几年之后是脆儿化炸的那种感觉 味道是很好的 除了新鲜之外 书家大院火锅对于毛肚的品质更是有要求 优质的黄牛毛肚并不是越大越好 反而是越小越薄的毛肚 入口才更加的爽脆化炸 你学会了吗 怎么样 今天为你盘点的最适合烫火锅的食材之中 有你平时喜欢吃的吗 其实火锅里的食材不计其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 而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咱们重庆人对于火锅的热爱 话不多说 赶紧约上三五好友去火锅店里吃起来吧